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此 每天这么早起床 简直是一种折磨 上帝可以作证 我真的是一个好孩子 不打架 不骂人 不逃课 长得骂也不错 只不过会经常犯点低级小错误 姐姐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那样 什么事都会做 等你长大以后吧 每天上午素节课 每节课40分钟 课间休息10分钟 我得告诉你 每节课都不会很轻松 但是也有例外 每周有一节美术课 这时候是我心情最好的时候 因为老师比较帅 我觉得他像一只可爱的太迪熊 我是电影社团的导演 每天中午 我都要带着KWN的同学 一起拍电影 这是个很有趣 并且充满挑战性的工作 我都不是电影 我们平时的 Everest 我们坐到一只 Why are you always late Mest Bettie You're always late Mr.Yen I go to make TV shows She's a director All right, my director Don't invite me to your movie 话剧,我喜欢的活动 在剧中你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 一个生活的无忧无虑的人 这个星期,我要和我的同桌一起完成我们的论文 中国的三国时代 话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三国时代离现在有一千七百多年 从开始到结束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简直无奈了 我特别特别羡慕你们 你说,我每天要干那么多事 我要拍电影 录节目 写活动策划 升国旗 每次考试 还必须都得第一 这是我的课外补习班 学习时间是每天放学后六点半到八点半 两个小时 前北京这样的补习班有成百上千 而几乎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报了一个或者几个补习班 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还有周末了 这是我的一天 也是我的每一天 也是每一个北京小孩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